新冠病毒疫情在多个国家蔓延导致美国股市暴跌 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 方斌 好的 包容 中国新冠病毒疫情在韩国意大利伊朗的爆发时的投资人终于担忧 这个病毒的蔓延会给企业盈利和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风险 截至美东时间下午4点 美股收盘道指跌了1031点 跌幅为3.56% 标普500指数跌了111点 跌幅为3.3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了355点 跌幅达到了3.71% 添交基金管理公司总裁 投资专家郭亚夫说 新冠病毒蔓延的不确定性引起了投资界的恐慌 导致了股市的大跌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因为华尔就最怕不确定性 你怎么知道明天韩国不会来个2000例 你怎么知道中国那个数据准确度 就是说是不是要开始改标准了 因为问题是就是这个疫情现在谁都不知道 它是什么东西也没有药制 怎么个传染 零号橄榄园到现在韩国也没找出来啊 这个不是政府可以控制的 疫情不可控 不可知到底会蔓延到多少 无人能够知道 所以在这么大的不确定的情体下 投资人应该采取反手的谨慎的投资态度 不过呢 股神巴菲特今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告诉投资人 根据今天的头条新闻 既不要买进也不要卖出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正加紧研制包括疫苗在内的治疗方法 白宫贸易和制造政策顾问纳瓦罗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表示 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 美国政府已经跟四家医药公司迅速采取行动 可能只需要通长时间的一半就能达成目标 纳瓦罗还重申了对美国供应链过多依赖外包的担忧 他说白宫致力于通过培育美国国内的生产 从而将基础建设带回美国 生产疫苗的四家医药公司的股票今天是逆势而上 代号GILD的吉利德公司股票涨了将近4.6% 代号为INO的伊诺维亚制药公司股票涨了5.7% 代号为NVAX的诺瓦瓦克斯医药公司的股票涨了近5.8% 代号为NNVC的纳诺维希德斯公司的股票暴涨了将近37% 另外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跌到了1.4%以下 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跌到了1.83% 创下了新低 而黄金在周一的交易中飙升了2% 上周黄金已经飙升了近4% 周一美元对亚洲和欧洲的各种货币也都走强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